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式中文服务 为您的投资交易提供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9号星期六 因为昨晚黄金价格是出现了大幅调整 所以今天特地来到公司录制本次视频 月黑风高夜行情波动时 昨晚市场迎来2021年第一次的美国非农数据 而在数据之后股市与汇市反映正常 但贵金属与债券市场则波动激烈 黄金在欧洲开盘时段先是出现20块左右的跳跌行情 而在非农数据之后债券遭到抛售 而黄金价格开始进一步的承压 金价在最终在重要防线1830附近寻得支撑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各种数据来看 对于黄金大方向的观点依旧不变 新任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月正式登基加冕 其团队最新补助计划细节 有望在下周公布于众 在下周市场呢 我们也将会迎来欧洲央行拉贾德 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公开发言 在不及预期的非农数据之后呢 下周我们还将会看到最新一期的美国通胀数据 对于持有现货黄金的朋友们来说 下方的1830跟1800这两个价格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而在上方黄金需要率先攻破的两个价位分别是1875跟1900这两个价格关口 对于拥有黄金股的朋友们而言 截至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态度是继续持有 我是GoMarkets的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大家